早安 我是美樂 我們今天要去騎 不厭亭 然後今天我們要是正貿人 12345 環島組合 今天是環島組合欸 環島組合再度出現 難得啊 然後我們現在在瑞芳火車站 火車在那裡 進進 好了 我們現在要出發了 現在幾點 我不知道要找嗎 應該是這吧 這裡有個小洞 喔 那裡有一個小洞 那我們就走那裡出發吧 走 後面就是瑞芳火車站 那我們現在從這邊出發 那我們今天的路線呢 就是要走瑞芳火車站到 不厭亭 然後再到達九分 金瓜石 十三層遺址海邊那邊 回來走一個O型的路線 出發現在九點半 很熱了 現在又開始到了 騎車要擦防曬的時候了 跟著他啊跟著他 好多狗喔 對 好多狗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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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我們這一次上這個不厭亭呢 是用Google map導航腳踏車的路線 走到整個鄉村小路上 然後對 好多狗喔 好啊唷 會不會像我們環島一樣 又要被狗追咧 就不要被狗追 來囉 我沒有看見 不要緊張 帶你來看鐵路而已 接下來有一個大斗坡 怎麼辦呢 走錯了嗎 走錯了啦 走到那邊 走到一個隧道 這隧道還蠻漂亮的 哈哈 莫名的隧道 好涼喔 啊 滴水了 滴水了 我覺得我們這趟騎不厭亭 應該會騎超久 因為這景太美了 我們一直停下來拍照 8月31號 整日晚都可以來騎 我們現在用腳踏車的路線 導航到這邊呢 發現這邊路線封閉起來 現在不能過去 所以我們要走 我們要騎回 我們剛剛那個右轉的橋 要走汽車路線 我們選汽車導航吧 好 迷路了一個小時 我們迷路了一個小時 終於 找到正確的路了 對 然後現在要從這邊走上去 這邊是 九份老街 的路上 正常開車的路線 我們剛用Google導航的腳踏車路線 然後帶我們去一些很漂亮 但是根本走不到的地方 對 那邊有施工標過去 然後我們就回頭 回頭之後呢 我們現在走汽車的路線 好 走吧 沒錯 出發 Go 好了 現在才是正確的道路上 可以了嗎 你的背心要脫掉的話你就給我 你看起來不像前天騎了80公里啊 哎呦 80 還這樣蠻好痛 黃金三層 他們在後面 好累喔 這裡路上車子也蠻多的 可是但騎單車的人也蠻多 剛剛一直看到好多人下塞的 哇 左邊有海了 要拍照嗎 要拍照 隨便啊 假拍照真休息喔 很像 我們住的民宿 九份三層 欸那我們這樣上次的就從這裡開始騎啊 對 可以啦 我們去全家休息一下 全家還有海景 對 我們上次的民宿 在這裡 到囉 九份老街 休息一下 好了 我們九點半出發現在十點四十 太久了 遭入老了這麼久 那我們現在在九份老街路口的這個全家 這邊有比較大的停車的地方 那邊好像可以看 對 那我們從下面這樣騎到九份老街好像還好 30分鐘吧 差不多 來來來 你看那邊 你看那個 窗戶 你看 我們那個一餐要300多塊的海景Viu的餐廳 全家就有了 真的 這錢叫讚 海景Viu 欸這個人買了熱褲你看 對啊 不要跟他喝 請給我一杯耶格 這個好像好喝喔 哈哈 剛剛我就不知道好喝啊 對 好可惜喔 我們會等一下喝回來 好喝吧 給你一對翅膀 你等一下只有翅膀背了嗎 沒有 等一下看到你那個 哇背上怎麼長出翅膀來了 可能只有兩片翅膀 這個是誰 是有一個人騎一騎背上會長出翅膀嗎 有啊 真波 喔 三隻王 哈哈 給你一對翅膀 走吧 九份這麼多人 好啊 這群家喝了飲料 我們現在又要準備出發 吃一顆鹽糖 看看 看到前面的海面了 等一下山上不知道會不會很多人 剛過的九份老街那邊車真的超級多的 然後這邊就比較還好 哇 好船喔 真的很漂亮耶 你會覺得過了九份老街之後 車子就會變得比較少 有 這路線就比較舒服了 九份老街那邊實在太多人了 復煙停這一段算是蠻曬的 對啊 如果再更夏天來的話 就真的非常熱淚 那我們在水溝裡面幹嘛 泡腳嗎 好愛 好熱好熱 前面這風景超美的 這裡有很多人在這裡拍照 這風景超美的 海邊 前面那裡就是了啦 看到那個涼亭了 好 快到了快到了 看到涼亭了 快到了 剛剛經過一段下坡 超涼 風景超美 好熱 剛剛的下坡就是那一段 那這裡 在那邊 看到涼亭就是快到了 耶 今天真的好好的 好多車友 他們車停在那邊 嗨這位車友 好我們現在時間是11點10分 我們到了這個 吳彥亭這邊的聊天 這天氣感覺比較順 天氣比較好 對因為上次的地板濕濕的有點 而且上次不守路線 這裡好多人喔 對啊 然後拍照最美的地方 就是在這個涼亭後面 一堆人在那邊拍照 對今天人太多了 好啦拍照 拍照去 好那我們現在下來回到九分基隆山登山口那邊 然後要往這邊到浪漫公路 要走浪漫公路 我們現在就從那邊下來嘛 然後會過了一個法夾灣 然後下去之後呢 就到金瓜石瀑布 然後還有我們那個陰陽海那邊 對 我就給我走浪漫公路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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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裡超美的 你看 我們現在在這個浪漫公路這邊 下山 然後前面就是陰陽海 然後石山山遺址那邊 很美很漂亮 這也很適合騎腳踏車上去耶 這條路感覺還不錯 金瓜石瀑布 哇這條路線真的是有景點 然後又有吃的點 然後又有拍照點 難怪叫做浪漫公路 讚 超美的 剛剛滑下來也超美的 我們在對方這裡本來看了很多次都很想來的 這一間 而包咖啡 可是他都是非常多人 看起來是不能定位對不對 對 他不能定位 下次我們騎快一點 然後就還沒開門之前 就先來這一陣 應該就可以吃的到吧 嗯 開了一間咖啡廳 然後就在金瓜石瀑布下面 然後他這邊看出去的海景 哇 超級美 那我們現在因為 那個About咖啡沒有味 我們就來到他們對面的這個 菜山料理的餐廳 這間叫什麼啊 萬事如鷹 這間就是萬事如鷹 來說說看我們今天騎這段路線 你覺得怎麼樣 超美 超好拍 很漂亮 沒有啦今天很熱 今天很熱 我覺得這一個路線可以再騎幾次都可以 我覺得這個路線 我們下次可以從動物園 從我們家裡出發 對 從木柵動物園出發好了 下次從木柵動物園出發 我覺得可以啦 因為上次我沒進去 第一次其實從九份到補燕廷 然後這一次從瑞芳到補燕廷 然後再來可以木柵到補燕廷 OK的 哇這一道第一道菜是什麼 哇好讚的感覺喔 第一道菜是孜然牛肉 好吃 這軟絲也太大絲了吧 這感覺就是今天早上才剛抓的 我覺得這個旁邊還綿紮的 哇下一道菜 這是什麼 等一下是原路嗎 對 吃完這個看起來 我們可以再上一趟不厭廷再下來 浪漫公司這樣吃 嗯 記得有個浪漫 我剛才看老闆在炸蝦子 好好吃喔 真的喔 老闆一個人欸 煮這麼多菜欸 好厲害喔 第四道蝦子 炸蝦子 好那我們現在吃飽了 再滑下來就是陰陽海 這邊有一個觀景台 然後後面就是實在成椅子 然後前面這邊就是海邊 觀景平台 上面 對 超漂亮超多人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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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 齊了一圈回來 也是弄了一整天欸 那當然了 嘿嘿 這條路線覺得怎麼樣 不錯蠻漂亮的 而且我覺得我們從這條路上 從九份這樣上去 然後可以看到山 然後下來之後呢 從陰陽海那邊下來 又可以看到海 非常漂亮 有山有海的路線 然後這樣繞一圈 然後又可以吃東西 然後又不會太累 嗯很棒 那走這條路線要注意呢 就是記得不要選擇腳踏車導航 要選擇汽車導航 汽車路線導航到補燕亭 好啦 那我們就下次從木造動物園出發到補燕亭囉 OK 下次見 掰掰